新鲜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嗯...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字到位 嗯...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尾 今天陪同我们的还有韦伯哥 韦伯哥好 书尾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一同访问的是 即将在6月7号上映的电影 叫做《不丹没有枪》的导演 还有制片 是的 Today we are so honored to interview Power and Lai Fan Yun Welcome to my show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你们好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your latest film The Monk and the Gun 《不丹没有枪》 没有错 因为在这个就是 巴伯导演在上一部这个电影 就不单是教师 它带给了台湾的这个观众朋友 另外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而且在奥斯卡的国际电影奖项上面 展获了非常棒的一个入围的成绩 没错 它第一部片就入围了 奥斯卡的国际影片 那这一部呢 就代表不丹入围了前15强 没有错 所以非常厉害 那不丹没有枪 因为我跟韦伯都已经看过了 好喜欢 对 非常喜欢 We really enjoy this movie 那我们就来先请教一下巴伯导演好了 I have to say this is such a special and charming story and charming story they ask me is you must be very happy 每一次 每一次人家听说他是从布丹来的时候 they're allowed to cut down trees mountains cannot be climbed 在他们的宪宪宏内 在他们的宪宫里其实有一些很奇特的特殊的法 山不能乱爬 这些外人看起来可能觉得很奇怪的一些法条或法规 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为的是要等于是保护他们的传统 就像在电影里面有提到有看到的就是说不单是最后一个让电视进来还有网路进来的国家 and i think we are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democracy was introduced without war without revolution without the public demanding for it we were given it as a you know kind of like a gift from the king who said i want to retire now 他说他觉得不单应该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得到民主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是没有革命没有打仗或者是战争 然后是国王自己说我想要退位了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接下来看着 这真的非常特别 now the interesting thing here is we changed like this in you know in the mid 2000s not because we wanted to but because we were kind of left behin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modern world 其实不单真正这个最大的转折是在两千年的中间嘛中断的时候 那他说并不是说不单自己真的想要这样做 而是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好像世界在改变 对然后已经跟世界稍微有点脱轨了 you know i think many people in taiwan you might like take internet and tv like for granted but i come from a culture where when tv first came into my country it was almost like we landed on the moon i remember that moment you know when they put on the tv and everyone was like wow 对于事实上很多其他地方来讲电视不稀奇 可是呢其实当不单第一个电视进来 然后有那个电视的线路就是说开启电视 觉得好像是登陆月球的感觉 登陆月球的感觉 so when you you know open up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like this there are so many amazing stories that take place and i think for many Bhutanese they would just like you know take these stories for granted but i had an interesting background because i was a Bhutanese who grew up outside Bhutan 那因为他自己本身虽然他是不单人 但他其实是在不单以外的地方 因为父亲是外交官嘛 对所以他在国外长大的 那这个就是说当你一个国家突然这样开放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会发生 可能对很多不单人来讲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对他来讲 他自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看 他就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事情 there's an interesting saying in Bhutan we say that we will never see our own eyelashes because they are so close to us 那在布丹有一个俗语 就是说我们其实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睫毛 因为睫毛离我们太近了 那因为他是一个在不单以外的地方长大的不单人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可以看到自己的睫毛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当他之前在国外成长的时候 在回看布丹的时候看到布丹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就是导演他可以透过他本身是不单人 但是有一个客观的视角去观看 就不单在经过这个就是民主过程当中的一个很有趣的点 但大家不要想说他民主过程 会不会是一个很严肃的片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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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然后呢里面的故事线呢分作几路线 但是导演的那个视角还有他拍摄的方式 我觉得非常的让大家有亲近性 而且你边看边会会心的一笑 然后又有一点点悬疑的感觉 我们可不可以请制片啊 韵云 韵云来跟我们先大概讲一下故事内容 我觉得这好难讲 因为你又不能破梗 你又不能爆雷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当时他在创作这个电影的时候 为了也想要跟布丹市教室有点区分 所以他要挑战自己 然后可以走多故事线的那个叙事方式 然后加上因为这故事本身的条件很特别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幽默是来自于 就是那些村民本身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刻意说你要搞笑还是什么 他就是有一种会心一笑 然后你看了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so pure so innocence的一个movie 然后你看的时候觉得说 哇这一些发生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这种台湾生活久了 其实有时候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对 但很有趣 然后幸福感十足 我想先问一题 这些演员是怎么找来的 然后他到底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让他成为专业演员 这应该还蛮有趣的 How did we find our actors Yes How do you find these talented actors Talented So talented Okay You know I think on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making a film in Bhutan is we don't really have a professional film industry in Bhutan 其实在布丹是没有什么专业演员的 没有所谓的专业 因为他们的电影电视产业比较小了 So both with our first movie Lunana and this one Most of the actors are first time actors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演员 真的都是第一次演戏 Amateur 对完全是amateur 都可以报那个最佳新人奖 They can be like the amateur actors best first time actor Yeah maybe But you know for us we believe if something is of a disadvantage to us we can work in a way to find the advantage of that situation 就是对我们啦 So如果这件事情 对我们可能看起来 稍微不利 因为就不利于 我们的这个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 把它转成一个 变成有点 有点 对 因为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 职业演员 太职业了 但是这一种素人演员 他会找到 他的一种表演模式 而且跟这一个剧情 跟这个电影的风格 他非常的贴近 对 而且他们可以保留 他们自己 纯真的状态 没错 就是我们电影里头要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选角 也很有趣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 我们再来请教 不丹 没有枪的导演 巴沃 还有制片 赖范云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那我们这一小时 访问到了是 不丹没有枪的导演 巴沃 还有制片人 云云 以及伟伯哥在现场 这是即将在 6月7号上映的 不丹没有枪 对 很多朋友可能看过 不丹是教室 没有错 Lunana 好 Pure 而且好喜欢 I'm such a fan of Lunana Oh yeah I want you to be back Direct 而且因为 就是巴沃导演 他第一部片 他就入围了 奥斯卡的 最佳国际影片 这个对一位 辛瑞导演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荣耀 所以 我也想请教 这个导演 So Power As we know that Your first film Lunana Lunana was nominated for an Oscar Will there be any pleasure for future creations Oh I think definitely You know when I was nominated for Lunana Many people celebrate but I was so scared Oh you're so scared 他说压力是肯定有 因为当时 知道入围的时候 很惊讶 大家都在庆祝 那时候甚至 布丹还没有什么 电影产业 然后还没有 这个奥斯卡名单 也没有布丹这个名字 但他很害怕 他一听到入围的时候 他心中是 有种恐惧感 Because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talk about Oscars as a filmmaker it's what you achieve at the peak of your career Not with your first film 当我们提到奥斯卡的时候 通常应该是 你在你的电影事业的 顶端 可以达到的 对 可是并不是说 第一部电影就能达到 他出道集电功 对啊 所以他很害怕 If you achieve it with your first film then you have your entire career to fall from that 是不是要开始走下坡 第一部 第一部就巅峰 没有巅峰 应该是得奖那一刻 对不对 actually the peak should be when you get the award get award yes but you know incredible pressure even with the second film The Monk and the Gun I never expected it to receive the you know reception it has you know and even making it back to the Oscars and making it you know to the shortlist round it was a big honor 就像第二部电影 不但没有强 他也完全 其实没有期望 说他可能可以走到 像现在这样子的 一个地步 但是当他也是 进到了短名单 就是奥斯卡15强的时候 其实当然他还是觉得 很骄傲啦 很荣誉 进到15强就已经 不得了 很不容易 但是对于 导演来说啦 的确就是 人生的路走到 现在第二部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 看到巴卧导演的片子 都有一种 内在的喜悦 跟平静 对对对对 在这样一个 造杂快速的 这个社会跟时代 对即便他讨论的是 布丹要进入了 民主化 要选举这个议题 因为台湾对选举 议题实在太熟悉了 但是我们看着布丹 他告诉我们 他们怎么样子 开始进入 他们的选举 然后在故事当中 讲到他们 一个模拟投票 在乌拉村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模拟投票 就是在我们看来 想说 哇原来 我们有经过这一段吗 但是里面的那个角色 我们刚刚上一段 有提到说 选角的部分 因为这个导演 他找的这个演员 很多都是这个素人演员 所以刚刚就有提到说 巴卧导演 Why you prefer amateur actors to professional because that is the professional is too expensive yeah that too but then there are no professionals in Bhutan but you know when we work with non-professional actors as I was saying earlier you can take something that is a disadvantage and turn into an advantage and when you work like this I think it becomes you have a bit of the performance but you also have a bit of the authenticity which is so important in film 其实素人演员 可以带给你的 他会有一点表演的成分 因为当你跟他们 沟通过 但是他会带来 他自己 自己内在的东西 自身的真实的东西 会出现 对 so both with the Lunana and the monk and the gun people feel it's almost like a documentary docu feature 有点像纪录片 有点像纪录片 因为真实 所以很多人 其实到现在 还会误会说 不单是叫 是不是纪录片 对 and I think then for the audience you feel more immersed into the story you feel very personally attached to it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very very important in cinema 对观众来讲 其实观众会 被带进去 那个情境 是 我们也很喜欢 对 因为就是 这种比较素人演员 他就不会有 太多的方法演技 那他的这个真实 其实就创造了一个 类似于纪录片的 真的剧情片 是 纪录剧情片 之类的 对 我蛮好奇的 就是说 云云你是 制片人 是监制 你怎么去看待 你的导演 第一部到第二部 中间的成长跟蛻变 而且这个导演 还是你的老公 于公于私 对 哇 这个真的 其实还是有个过程的 可是我觉得 我们的工作 真的是很愉快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的目标 是一样的时候 那个就会 好像中间 其他就没有关系 然后当然看到他 当然有成长 就是剧本本身 第二个剧本 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剧本真的非常好 就觉得 他也并不是说 有学过写剧本 是 他是 因为他是从摄影师出生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第二部的 你很 proud of 是 非常 骄傲 有这样子一个好老公 对那刚刚讲到那个 刚刚讲到那个 actors 我发现在这个电影当中 the elder llama the elder llama is a really really abbot 是不是 就是真的是一个住持啊 他真的是一个老妈 而且在乌拉的住持 wow how can you find him well we needed a llama in the movie and then we couldn't get one and he was the only llama in the village only llama 就是那个 他就是 他就是乌拉村唯一的那个住持 the one candidate 对 而且他的年纪 相当 非常好 对 对我们来讲 you know but as I was saying that's how we work and we take something that is maybe a limitation and then we try to work around it and then try to make something that works for us 其实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会把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有局限的 本来有限制 但你会把它想成另外一个 可能性 然后这个的过程 其实都是我们很喜欢的 it worked in Lunana as well because the little girl in Lunana which everyone loves I know that she's just playing herself 对 这跟布丹市教师 那个小女孩是一样的 她就是本色演出 然后就是 Lunana人 对 ok so I heard that you also participated in building the stupa yes yes wow um actually one of the inspirations for this this script was I built a stupa 他还去建造 那个佛塔 佛塔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一个灵感 从他自己去盖佛塔来的 oh 他是几年前 自己盖过一个佛塔 and as you know of course in the movie the stupa you know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tory but that's where kind of the idea came together 电影里头 那个佛塔 其实就是 还蛮重要的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符号 然后 他就是从他之前 其实他是在新冠的时候 因为 呃 滞留在布丹 七八个月都出不来 嗯 他就跑去山里头 盖了一个佛塔 然后 wow 他在 有灵感 对 然后就突然有这个灵感 他在盖的时候 他看到 而且看到盖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丢了 那个玩具枪进去 他就是看到 然后他就去问人家 他们就是 因为布丹就是 没有枪 所以就是 原来片名是谁啊 布丹就是没有枪 所以他们 必须要象征是武器嘛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 灵感起源啦 对 好 所以这一部片 的确哦 就是让大家 看了之后 可能会对于 台湾现状 会有一些省思啦 对啊 我也蛮好奇 想要新闻导演 就是说 布丹他在一个 民俗化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 我觉得 很棒的一个经验 其实 他看台湾 现在这样子 好热闹哦 他是有没有 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你认为 布丹 的方式 它变成了 而且 你认为 台湾 是有一个 大幅 因为它是 很可爱的 台湾 是 布丹是 很平均的 哦 哦 哦 呀 你 我认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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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丹 呢 我认为 布丹 那些人第一次听说民主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旁边的国家是印度,那印度的民主如果要跟台湾比,那就是把这小屋间打出来,印度的民主。 那是为什么我加上那句话,你知不知道,邦门人说,这就是印度人家,看他们,他们拉着一样的鼻子,放在一起。 在那个电影里头有一段是那个村民,有一个老村民,就是说,啊,那个民主,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不是就是印度那些人,拉胡子啊,什么丢椅子,摔椅子那样? 就是对于不丹人来说,他们的民主可能不一定要民主,但是国王要实施民主,他们很尊敬国王,他们也很尊敬他们的佛教文化。 所以,文化跟对于国王这个象征,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OK,好,我们就来模拟实行看看吧。 对,他们就是想说,好吧,那我们就为了要实现国王的愿望,或梦想,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 是,然后我觉得里面也有一个是象征性的,就是那个满月。 The full moon is also a symbol, right? Especially,对于不丹人来讲,月亮的阴晴缘缺,其实就是代表着时间的过程。 通常很多时候,他们觉得满月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哦,原来 因为我听说 好像你们本来片名叫做 Four Days to Full Moon嘛 I heard that the original title of the film was Four Days to Full Moon 所以满月这个象征在这个片里面 是一个 我觉得充满了mystery 就是有一种很神秘的 你知道吗 神秘的仪式 对,然后一直在想说 这个喇嘛要枪到底要干嘛 悬念 很悬 我觉得拍了这一部分非常的有趣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要想讲 讲一个演员 韦伯哥应该跟我一样都发现了 就是在这个片当中 有一位演员让我眼睛一亮 那这一位演员就是 导演跟制片的女儿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来聊 不单没有枪非常好看 六一期要上映 请大家到戏院来支持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单没有枪 他也代表了不单 入围第96届奥斯卡的前 15强的国际影片 没有错 这部片它台前面 会有太多精彩的故事了 我刚才在书尾姐就聊到了 就是演员阵容 演员阵容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又有斜杠 还有真实身份 没错 我想要先讲那个 就是让我眼睛一亮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我真的是那一个小女生 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是马上 就眼睛灯得很大 然后赶快跟我旁边的气质说 她是谁 所以我要问一下把我 就是 in this film I found a shiny star you are beautiful daughter who played a little girl yes so if one day your little girl told you that she wanted to be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so how would you respond oh you know we come from a family that is all you know artists creators yes you know her grandparents are creators parents are creators you know so we are okay with that you know if this is what she wants you know we will support her fully from a young age she has always expressed interest in performing in acting so we have given her those opportunities with theater but also with films 所以我刚刚是问导演说 如果她女儿 因为她在这部片里面 短短几个镜头 但是可以看得出 她的天分 她的眼神 可能就是只有 短短几个镜头 没有 她的眼神真的很厉害 especially blowing the bubbles 哇 她那个眼神 是很厉害的耶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even in the US some film critics watched the film and you know when I met them they said oh the movie was great actors were great but the one actor that stood out was this little girl and they had no idea she was our daughter 他们不知道 她是女女 但是很多人会看了之后 就觉得 哇 这小女孩好耀眼哦 对 就在美国的一些 影评人看完 会说 那个店里头 那小女孩很有意思 所以这就是客观评书 对 but I think she had too short scream time too short well the thing is you know the combination of things you know I think industry also sometimes when the producer and directors putting their own family in you know there's people say oh it's nepotistic they're favoring their own family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因为在这个产业里 就是 如果制片或导演 就是把自己的家人 或小孩放进电影里 有可能就会说 群带关系什么什么的 对 所以就是要小心处理 还是要忠于故事嘛 对啊 那对于女儿来说 她有跟你分享说 她演出这一次的经验 有什么感想吗 她其实觉得 她自己好像表演的 不是太好 因为她觉得 是不是应该脸要很臭 然后还是怎么样 她就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完全的 释放出她的潜力 可是我说刚刚好 我说完全看起来都刚刚好 我蛮好奇的 她那个泡泡是吹了几次啊 诶 how many times did she blow the bubble only once only once or twice 一次还两次而已 对就过了 所以她那个泡泡是非常的 刚刚好 还要配合她的眼神的 还有她的嘴角的要动 对 觉得她还蛮有意思的 嗯 好所以刚刚提到了说 这个女儿也在这部片当中 有几幕的镜头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 尝试看看 去找找看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可以找找看这位 非常有天分的演员 那这部戏 其实里面好多演员 都是珍宝 而且是斜杠 而且就是在本业之外 还有很棒的一些 就是令人惊讶的 我想先请教 就是那个主委 因为主委的气质非常好 你怎么找到她的 其实那个主委 真的是我们最后一个 才定案的演员 因为一直找不到 因为一直想说 找一个真的要 也要会英文 那当然不当然都会英文 可是要那种感觉 好像是国外读过书回来的 然后又要有一点权威感 或者是气质感 结果后来已经都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有一天 就是我自己在台北 我就在网路上 IG上面刷刷刷 然后就突然看到她的一个影片 她唱歌 她拿着吉他 她也是个歌手 她其实也是个歌手 就我们以为 本来以为她只是 就是没事 就是录个唱歌的视频 就后来我就 赶快传给Paul 然后我就说 你们赶快去找她 看她到底是谁 就后来问了一下 就发现她白天 是在一个鞋店打工 然后晚上 就是在餐厅住场 然后你又让她 成为电影明星 对 然后Paul 就跑去她的餐厅 听她唱歌 然后就问她 要不要演这样 她很傻眼 她吓到 因为没想到 所以很多的演员 都是他们人生 第一次参与电影 对 很多人 or the first time involvement 包括那个 Younger Lama也是 Yes 年轻的 Lama Younger Lama He is a singer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singer in Bhutan Wow Not just Bhutan I think in the Himalayas He's very Zikkim Zikkim Niborg India You know They love him And the funny thing is When he was traveling with us for the film Wherever he went All these Himalayan communities They're like Oh Misty's here Do a concert for us 我们那时候 在美国要宣传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一边的一些 吉马拉雅的 就是比如说那些少数民族们 只要听到他在 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来开个演唱会 Wow 就是要帮想帮他办个 concert 好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他演出非常好 他就是很有样子啦 非常有样子 很帅 但是原来他的发型 一个rock的发型 就是那个 他的歌手身份的时候 大爆炸头 对 我觉得好像太阳神 对 所以要他去 把他变成 喇嘛的样子 其实他也是经过了一段 要挣扎 内心的挣扎 对 OK 好 那大家如果去看了这个 布丹没有枪 里面会有几个符号象征 对 然后大家也会觉得 非常的好奇 那除了说 枪之外 因为大家会想说 布丹怎么会有枪 然后但是就是布丹没有枪嘛 所以这部片叫做 布丹没有枪 可是在里面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线索 就是说 为什么老老妈 要小老妈去找枪 她到底要干嘛 然后里面就有 那个红色木头羊具 所以我要问一下导演 in this film what drew the gun and the red wooden penis symbolize what well you know I wanted the gun to symbolize the coming of modernization the coming of westernization 所以他其实希望呈现说 枪就代表了 现代化的进来 然后西方化的影响 so that's why you know when we were working with the actors I was telling them interact with the gun almost like the way the Bhutanese are interacting and embracing modernization very innocently hold it upside down look into the barrel 所以他在跟演员们 在形容这个 说跟这个枪的关系 尤其是不单的那些演员 需要跟枪有关系的时候 就说你要看这个枪 就是你要很纯真的眼光看待 就像是我们在看待 那个现代化一样 是 所以你可能直接对着枪孔看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样子 对 不知道它的危险性 and just like the gun modernization it's beneficial yes but also it can cause a lot of disruption 其实枪 当然它有它 有用的地方 可是它也有它非常破坏性的地方 and obviously it's not made in Bhutan it's coming from outside 然后当然不是在布丹制造 是外来的 so to counter what the gun was symbolizing I needed something that represented Butanese culture 对比 对 所以它就是希望呈现一个对比 然后有一个布丹的文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布丹文化 杨具是布丹的文化 so the Bhutanese culture has phallus oh a lot used to 曾经啊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we are Vajrayana Buddhist country 就是因为呢 布丹其实算是 金刚乘藏传佛教的一个国家 so as a Vajrayana countr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那如果对于一个金刚乘的国家来说 你最终的目标 应该是要证悟成佛 so in a Vajrayana country they say you know what i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enlightenment and that is to have concepts 那所以说在那个 政务成佛的过程 如果说 有任何的障碍 障碍就是你的观念 概念 so in our tradition it's like you know if you have water in your ears to get the water out you put more water so in他们的传统里 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今天耳朵进水了 那你要怎么让那个水出来 那你就是灌更多水进去 把它逼出来 so you know what do you feel when you see a big wooden penis you feel uncomfortable so in the Bhutanese tradition it's like oh you feel uncomfortable well keep feeling uncomfortable till you realize that it is all non-existent 所以当你如果看到一个 蛮巨大的一个洋具的 呈现在里面前说 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 很尴尬或什么 那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那你就多看它 多看它 看到你就去发现它 很自然了 对 I grew up in a Bhutan where there was wooden penises everywhere 不只木制的 painting also 画在墙上的 各种地方都是 就是各种象征 就会在 everywhere的地方 家里的墙上门口都是 but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s when we became a modern country we became embarrassed because we thought what will the western people think of us you know so primitive worshipping penis 后来他们就怕 因为开始变成现代化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如果外来的人 或西方的人 会怎么想 so it slowly started disappearing so in the movie I wanted the penis to represent Putinese culture 所以最后他在电影里 他就希望用这个 杨具来呈现 不丹的文化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其实体会到了 就是说 这个对比的比喻 然后我也觉得 这个电影是 很有深意的 就是说 它的意义 因为我们一看到杨具 我们就会发笑嘛 然后但是发笑之后 原来在看到 这个电影的最后 它是这样子安排 你会觉得 wow 对 它后面有个小巧思 对 有一个小巧思 然后就是在 包含了西方话 现代化 跟在这个本土的 传统观念当中的 一种强烈的对比 那我觉得蛮不错的是 因为在这一部片里面 还有好多的景 都非常的美 对 它有一个很beautiful的 那个叫做 荞麦花 是不是 对 荞麦花 荞麦花的英文怎么讲 buckweed 它那个是整个一整片的 是whole mountain whole mount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think things work in a magical way to your favor when I wrote the script I wanted this flower but when we started shooting we got the timing wrong so all the flowers in the other places werent even blooming and we were about to finish the film 他说其实有的时候 很奇特啦 就是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有把荞麦花的桥段写在里面 对 可是后来我们好像 就是在拍摄的时候 荞麦花都不开花了 对 拍摄的时间有点不大对 我们那时候 季节 对 but just on the last like the last maybe two three days it started blooming 哇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it was blooming in forty years 对 但是后来我们拍到最后的 倒数第三天 第二天的时候 突然开花 这是一个奇迹显现吗 而且他们说 那个村子四十年来 荞麦花没有开过 and I think for me you know symbolism in the sto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I wanted this blooming flowers to symbolize hope you know as Bhutan was changing 然后他其实希望 最后呈现的是 希望 就是说就算 不单再经历改变 可是他是往好的 反正有希望 还是保持 他们原本的纯真 希望香水 那其实那画面 真的非常的美 美丽 就是说 喇嘛一直背着枪 然后在那边 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 那个画面太美了 我们好像也没有看过 这么满山遍野的 而且那个荞麦花 而且那个荞麦花 没有 其实有一点 粉红色的 对 他们有说 有一阵子会开白的哦 或者什么 就是你不知道他 你无法预期是什么颜色 开的是粉的还白的 对 哇 开奖的概念 所以这部片 真的也是 很受祝福的片子 有人问我们说 那后面是后制上去的 说当然不是 因为太漂亮了 没有一点东西是后制 对 是 不单 没有枪 好 欢迎大家进电影院来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不单 没有枪 今天真的很荣幸 可以访问到 巴沃丘宁多杰导演 还有赖范云 制片人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这部片 幕后有很多 很有趣的故事 那这部片呢 可以说 你进去电影院 看到大一幕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幸福感 你就会有一种 平静感 平静 然后会心一笑 就是一个让我们观影 很愉快的一部电影 对 它有疗愈感 它有疗愈感 对 那对于制片来说呢 就是很辛苦了 因为你们从去年开始 去年开始 你们要代表布丹 又要去 这个增赞奥斯卡 所以你们去年 也是走访了 好多的各大影展 对不对 但基本上很多 都是在美国 然后其实也是 就是学到很多 才发现那个竞争 真的不大一样 非常激烈 跟第一部 完全什么都搞不太清楚 我说不太一样 第一部是 真的是没有任何 头绪进去 当然也是很 很美妙 那个感觉 可是你第二部 就很多人提醒 我们说 你不能再用 第一部的那个心态 就是说 好像 就觉得你的电影拍出来 只要放给人家看 人家就会看 不是那种概念 进入到真正的 另外一种电影的工业化 西方化的一种冲击 西方化 对对对 好那这部影片 其实跟台湾也有部分的关系 除了她是台湾女婿之外 她还有后制 后制是不是就是在台湾完成 So Power Can you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you know between this film and Taiwan Oh I always tell people that yes this is a film from Bhutan but in a way it is also very very connected to Taiwan because even though the film was short you know I always tell people a film any film has maybe four lives one is when you write it one is when you shoot it one is when you post produce it and one is when you show it to the world and four part four lives and out of which you know both the writing and the post production was all done in Taiwan 她就是说 一个电影 她觉得有四个生命 然后有一个 就是写作的过程 前置 然后一个就是拍摄 然后加上 再来后制 然后就是放映 总共四个 她说四个里头 有两个部分 其实都是在台湾 发生的 写作的过程 她是在台湾 写出来的 然后后制 也是在台湾 So you know even when you look at the credits for both the monk and the gun and Lunana there are a lot of Taiwanese names 其实我们看到 那个后面的工作人员 的那些名单 就是很多 都是台湾的朋友 后制 所以我们也 予有荣焉 当然 我们对这部片 也是对于它上映 终于回到台湾了 也是觉得 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说 连两部片子 都是跟布丹相关 但这也是 巴沃想要让 全世界 更认识布丹的 一个方式 所以我也想请教巴沃 所以我也想请教巴沃 So what about your next film? Oh I don't know right now You know I'm you know not really a filmmaker that say went to film school and you know got into this as like a profession 因为他呢 并不是一个 从这个电影出来的 出生的 我记得他大学 好像学的是国际关系 In college you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Yeah 政治学 So you know I made Lunana because I felt like I wanted to share this story with the world and then I made The Monk and the Gun because I looked at Lunana and looked at how can I improve you know how can I learn to become a better filmmaker and that's why we made The Monk and the Gun and now I look at The Monk and the Gun and see how can I improve again and I think one thing is I need to challenge myself I think maybe I'm getting too comfortable being in Bhutan so maybe the next film you know outside Bhutan OK 他说 他拍完 Lunana 就是《不单室教》之后 他觉得 可能要给自己 一点点挑战 所以他看了 《不单室教》的 这个整个过程 他就想说 那他要 怎么样能够 精进自己 所以他就写了 这个《不单没有枪》 然后现在 《不单没有枪》 拍完了 他也在看 他有点不安于事 他想要挑战 看看 走出舒适拳 对 看是不是能够 在《不单》以外的地方 可以拍一些东西 是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 一整个小时 让大家了解 《不单没有枪》 这部电影 然后也更可以亲近 可能很多人觉得 《不单》很神秘 因为他即使 就是很多观光客想去 可是他也是 不让太多人去 所以他就是会有一种 神秘的色彩 然后我们透过电影 可以看到 这么浩瀚的美景 然后他们真的 innocent pure 他们内心的那种感觉 就是让我们很感动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要击化我们的心里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Paul and 云云 for joining us today 谢谢韦伯哥 谢谢 Thanks again 明镜